有劳郡王爷费心了 奴婢没事了 趁他们现在还没有追来 郡王爷你先跑吧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也用不着放弃自己的性命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和公主有关系吗 他吓唬你了吗 还是他对你做了些什么 不管他的人 是我不合 我不应该骗他 他那么信任我 我是应该死 这是跟樊梁的事情有关系吗 我让公主伤心了 我以为我这样做 是为公主好 可是我错了 我这样做 毁了她的一生 公主骂我骂得对 如今公主变得很可怕 我不想看到她这个样子 我不想看到她 变成一个心狠手了 一个无情的人 如果我死了 如果我死了 可以让她变回以前那个开开心心的安乐公主 我愿意去死 你以为你这样做 就是在帮安乐公主了吗 如果当初 不是我瞒着她 我告诉她事情的真相 她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恨尽天下所有有情人 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 如果那天你跟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那她能接受得了这个事实吗 恐怕她早就已经寻死去了 你何必自责呢 是 做人最要紧的 就是要问心无愧 没有人可以做到 时时刻刻 取悉天下所有人 像你这样 对自己要求这么苛刻 难道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我不想取悦任何人 我也不想任何人 因为我而受到杀害 可是樊梁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关键是人不是你杀的 我知道你之所以这样做 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公主 那你还后悔什么呢 你以为你死了 公主从今以后 就会变得开心吗 我不知道 或许会 你救不了她的 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一件事两件事 一朝一夕造成的 你以为你死了 公主从此就幸福了吗 你这样想就错了 你不知道她小时候 是怎样度过每天呢 我不知道 好了 也只有你自己 觉得对不起公主 你应该活着 你应该想办法 让公主 做回好人 这样才能 对得起她 也对得起你自己 不是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能死 活着有难过 我应该怎么做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不是什么问题 都可以马上找到答案的 孟凡 我一定会帮你 活着就有希望 好 怎么这么大的烟啊 一定是他们追来了 想用火和烟 把我们给逼出去 屏住呼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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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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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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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好 皇上 皇后 臣性不辱命 已将命案调查清楚 那你快些说出来 好给果儿和驸马 一个交代 郡王爷果然是神探 我特意前来 就是想知道 到底是谁 害死了我家的婢女 杀死采梅的凶手 不是别人 正是死在狱中的 宫女桂花 那个桂花 因何要杀死采梅 据臣调查所知 桂花和采梅早有嫌隙 而当桂花 当晚到凤阳阁 偷东西的时候 刚好被采梅发现 于是心仇旧恨之下 桂花就想到了 杀人灭口 果儿 桂花和采梅 都是服侍你的人 你可曾听闻 他们二人不合 这 这 臣也有所听闻 好像不知为了什么事 公主偏帮了采梅 而把最脏最累的活 让桂花去干 所以 桂花对采梅 记恨于心 公主 对吧 没错 可据我所知 武功说采梅 是溺蔽在太野池 不是死在凤阳阁 臣最初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最后想通了 要溺死一个人 只要让他的口鼻 全部淹在水中就可以 就好像用一盆水 把头浸入水中 也可以将人淹死一样 郡王爷真是聪明啊 想出了这个方法 一盆水就能够淹死一个人 聪明的人并不是我 是想出这个方法的凶手 臣不过是凭着蛛丝马迹 在推论出来 当晚采梅最先发现桂花偷东西 于是桂花立即杀了采梅 然后把尸体运到太野池 丢入水中 所以采梅就好像是在太野池中溺壁的 而桂花则可以继续偷东西 那现场有人看到孟凡和他留下的手帕 是怎么回事 这个 公主可以回答 父皇 儿臣叫孟凡去池边烧纸 祭奠小女的一个朋友 朋友 原来如此 那好 现在真相大白了 父皇 孟凡应当可以无罪释放了吧 这全孟凡无罪立刻恢复四月一旨 皇上明察求好 谢皇上龙恩 孟凡 既然你已经无罪释放 你就随本宫回去吧 公主 虽然孟凡已经洗脱了罪名 但是她毕竟跟公主府上的婢女不同 不便在公主宫里当差 不如就免去她照顾公主一职 让她能够专心地待在上遗局 皇上以为如何 好 就这么办 孟凡 你不用再服侍果了 奴婢遵命 奴婢谢过郡王爷 还有驸马爷救命之恩 年龄 只要你能记住 你这条命是几斤辛苦才保下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爱惜 知道吗 奴婢知道 莫凡 其实这一次我们俩 最应该感谢的人是驸马爷 要不是驸马爷及时出现 我们俩可能早已死在乱刀之下 我也只不过是投桃报李 前日要不是郡王爷点醒我 我可能也会 公主怎么会是凶手 虽然她跟我面和心不和 但是总算相安无事 她也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 你伤害了安乐公主 把她从一个温和的门 逼成了一个天怒人怨的人 安乐公主从小生长在燕缓境里 正因为如此 当她恨你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危险 所以说如果这一次 真的是公主杀了彩梅 很可能 下人就是你 想不到是她害死了彩梅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还请郡王爷相告 一定 我们也走 我们也走 跟你说 郡王爷 就送到这里吧 那就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也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干 就算再怎么担心 该来的还是会难 这次又是军王爷 救了奴婢 奴婢是再赶紧一紧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跟我这么客气 你我执行 还需要这么多的礼数 李多人不怪呢 我会怪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是不会跟山官网儿 还有武重训打交道 就是因为你 我才会如此牵肠挂来 就是因为你 我的双眼才会离不开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还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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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 一直藏在我的心里面 但是没有跟你说 但我知道 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 宫中以后的日子 将会非常危险 如果我现在 不说了 日后万一 没有遭遇如此 那将会是我人生的 最大一个 千万不要说 这么不吉利的话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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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温暖 这温暖 早已经被注定 在心里 在心里 刻下你的谜 梦境中 全是你 全是你喊泪鼓里的声音 要多久 要多久 才甜蜜 你的爱 早就是我的谜 早就是我的谜 说思念 亦如影随时 该如何 的 幻觉之心 会 烈满的心情 启禀公主 孟帆求见 程 是 奴婢叩见公主 你已经不是凤阳阁的人 来这里做什么 奴婢今日 就要调反尚仪局 所以 特来向公主辞别 有这个必要吗 公主 人既然来了 就带我上烛箱吧 你看这个瓶子 精致吗 雕工精细 温润透光 精致 你打开看看 里面可是放着本宫的至爱 怎么都是黄土啊 那就是本宫的至爱 埋在京城西郊 实力颇下 樊梁 你没有四哥这样叫他 樊大哥在京外西郊 实力颇下寂寞 那都是因为你 那都是因为你 对不起公主 奴婢也是逼不得已 请公主原谅 小梵 曾几何时 本宫主跟你一姐妹想着 一支心相交 宫中除了樊大哥 本宫就只信你一个 我以为即使是刀架在脖子上 你宁愿去死 也不会背叛我 公主如果知道樊梁已死 一定伤心欲绝 奴婢担心公主 所以 你以为本公主 现在就不伤心了吗 要不是你骗我樊大哥还活在人间 还活在人间 我就不会委屈求决 下嫁吴重训 我现在 是苟且投身 生不如死 公主 要怨就怨梦返吧 梦返明白公主的心情 公主 公主视孟凡为亲姐妹 而孟凡 却欺骗了公主 由于孟凡的欺骗 才令凡凉 葬身黄山隐岭 得不到祭奠 受尽气凉 当初 当初 我要是知道樊大哥 早已经下了黄泉 我一定随他而去 为他熏气 为他明镇 我是为了保全他的命 才下嫁于武家的 而如今 我还有脸去见他 我还能对他说 非君不驾 是之不云吗 是你 是你害我与樊大哥 生不通家 死不通血 王全路上都不能相见 是 奴婢对不起公主 说到底 你曾经救过本公主的命 恩国相敌 一切算是扯平民 从今以后 你我主仆情孽 恩断义绝 两不相干 公主 我困了 退下吧 请公主保重 奴婢就此拜毙 奴婢叩拜主子 乃是天经地义之事 往后你再见到本公主 也应如此 退下 好久了 快走 快走 到底怎么办 姐姐 莫凡 小凡姐 莫凡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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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好了 我还以为 你这次死定了 呸呸呸 姐姐是清白无辜的 老天爷一定会 对姐姐很好的 你看你 都瘦了一圈了 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姐姐 你这次从阎王殿 绕了一圈回来 记得一定要去 祈福还愿 瞧你们 七嘴八舌地 围着小樊转 让他静一静 喘喘气嘛 我没事的 孟樊让大家担心了 姐姐 为什么你好不容易 沉原得雪 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别担心 可能是有点累了吧 小樊姐 我要去给你准备热水 还有柚子叶 把霉韵啊 全部都洗掉 来 帮我一下 小樊姐 那我负责弄吃的 有米粥还有胡饼 你想一下 还有什么想吃的 够了 好 走 姐姐 我知道你最喜欢 吃山核桃 我今天上山采了很多 来 姐姐 小福 你能不能去帮我弄些糕点 当然可以啊 姐姐喜欢吃红豆 还是桂花 苏糕就可以了 我是用来拜祭的 你要拜谁啊 是彩梅 还有跟我一起被囚的宫女桂花 彩梅她无辜命丧 你要拜她我是明白 但是桂花是杀人凶手啊 她差点害你丧命 你为什么还要祭拜她呢 宫中波爵云鬼 熟是熟非 哪个说得清呢 大家同为奴婢 又姐妹相称 如今却阴阳相隔 我想让她在樱桃地府 有个买路紧 这对明珠 是重训宋女公主的 这可是难得的真品啊 宝气润盈 而且大小一致 若至于床榻之上 自有宁神安心之孝啊 你家重训 倒也知道我果儿 心如刀割 夜不能眠啊 是啊 是重训一时糊涂 受妖色所获 乱了心性 令公主身上 请皇后娘娘减谅 一句乱了心性 就可以打金之七玉叶 践踏我的掌上明珠 重训也是一时冲动 冲动 在这宫里 岂允许冲动二字 他要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本宫早把他千刀万挂了 娘娘 切勿动弃 归根究底 公主芳心谁数 瞒得过天下人 瞒不过你我 重训早就几番迁就 只是公主未有领会 公主乃千金之躯 即万般宠爱 他即便有错 你儿子也应该忍让 他倒好 是我女儿于草剑 去醉迷路边的野花 取取一个公毙 重训不过是逢场作戏 只是公主过于追究 才闹出了这种笑话 你这是什么话 如今你儿子 已经置我女儿于不顾 却私通渐壁 已经淫乱恭维了 粗话说得好 一个巴掌拍不响 若想夫妻和睦 公主也是择无旁贷 后宫之内 神人不晓得公主 曾与人私奔 时温 那我儿子的颜面 又该置于何地呢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指责我 教女无方 娘娘是怪本王 教死无方吗 娘娘 面子 那是人家给的 台 可是自己拆的 本王劝娘娘 还是西式宁人为好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做事是吗 我告诉你 你别想教我西式宁人 要不是你儿子干扰 我早就把李龙基这个眼中底给拔掉了 崇勋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那一切都是歪打正着 怪之怪 娘娘行动之前 未曾和老臣打过招呼 才弄得见义错乏 放虎归山 实在也怪不得别人哪 你叫我跟你商量 你叫我世事跟你商量 凭什么 你算什么 本宫已经运筹帷幄 自有一套了 我告诉你 你回去好好教训你的儿子 他竟敢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今天 今天你在这儿 也对本宫不屑一顾 好啊 长久下去 长久下去 要是事成之后 不知你父子会对本宫 做出什么事情来 这很好啊 既然娘娘直言不讳 三思也听明白了 告辞 告辞 爹 你若还是我儿子 就该凡事三思而行 而非任意妄为 无妄闯祸 孩儿知错了 你为什么这么糊涂 四字头上一把刀啊 今天若不是爹地为你挺身挡刀 冒死顶碎 加上皇后对我们五家有所忌惮 恐怕你的人头早已落地 伸手易出 爹 都是公主那个贱妇 有失辅导在先 一切怪不得孩儿 当初父王让你娶她 就是想借此牵制皇后一党 谁想到你阳奉阴违 竟然闹出这么一场乱截 现在只死一个公币 而让你分毫无损 全身而推 这全都是祖宗的庇护啊 才没是王死的 孩儿这笔账是记住了 日后一定会好好跟你们算清楚 道理 爹只说一次 红颜是祸水 要成大业 今天的错一定不能再犯 你明不明白 孩儿明白 如今天下全是四立 我五世子孙要面对皇后皇上 项目还有蠢蠢欲动的太平公主 我们是一步也不能错呀 爹 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跟皇后连成一气 何不另辟蹊径 拉拢项毛夫子 孩儿知道龙姬志气不小 他有勇有谋 若得其相助 必定如火天液 龙姬是个人才 他城府颇深 有时连我都看不透他 而且相王是皇族正统 你皇后有别 你不小心 只怕阴郎入室 弄巧成拙 得不成诗啊 那爹 你有何打算 出去皇后相王 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个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 她只是个女儿身 能有多大作为 名不正 则言不顺 有时反而能够相互之恒 只不过 要向群心太平 也非一世啊 如今国库空虚 民无宝餐 可安乐公主 却不理百姓疾苦 向皇上请示 于金城坊另设宅地 筹划得穷奇壮丽 金雕玉器 尽显奢华 不仅如此 公主还向皇上请求 将那昆明池 化归于她 化到她那驸马府中去 幸好皇上应命 以昆明池鱼 每年买得十万罐 乃为宫中花粉之资 而作剧 皇妹一向是 安守版分 谨言慎行 难道是近日来 受到了什么刺激 像是遭到鬼魅附身 简直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性行大变 变得如此目无王法 肆意妄为 公主列行日盛 早前为了满足一己之欲 强抢谢零运胡须做豆草 如今又贪得无厌 为了新建宅地 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依我看 皇妹会有如此转变 肯定是受到皇后的影响 正所谓 尽莫眨黑 上梁不正 下梁又如何挺直呢 所以恳请太子 及早向皇上进建 以令公主有所收敛 不然的话 她今日兴宅地 明日渐于迟 将来一定是怨声再到 父皇早年被流放于房州 皇妹与皇后是甘苦与共 父皇对此大为感动 曾经对天法时 一朝见天日 适于相近即 相信对于此事 诸位大臣皆略有所闻 父皇自觉 对他们二人有诸多亏欠 因此就算如今 他们二人穷奢极尺 父皇不但是多加退让 为家以责骂 更是尽其所能达成其愿 父皇此一心结 要解开恐怕实属不易 难道就这样撒手不管 对公主的恶行 视而不见吗 是啊 倘若父皇心意已决 执意而行 即使我们联名上奏 也是徒劳无功 反而会让父皇 觉得我们是刻意 要与皇妹作对 适得其反 依我看 依我看 只要是皇妹的行为 不太过分 此事就先割下 荣厚在意吧 福儿 怎么了 您怎么不走了 福儿错了 请太子原谅孟夫 你没做错事啊 既然没错 那为什么太子 要惩罚孟夫呢 我惩罚你 我是见今日天气晴朗 所以想说 我们二人可以 结伴游湖 你怎么说 是我惩罚你呢 万里无云 确实是赏花 跟观鸟的好时节 但是见太子根本 无意悉心观赏 已经整整两个时辰了 孟夫 双脚早已发软 走不动了 好好好 是我不对 是我枉费如此美景 如此凉拌 孟夫未能替太子分忧 岂能成凉拌呢 不是我不说 是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如今宫里面 人人是狼子野心 各怀鬼胎 每每想到此 就令我深恶痛绝 自然是难斩还眼了 在太子的心里 孟夫 是不是这样的小人呢 当然不是 否则你多番为我 我早已视你为知心了 那请 太子殿下看着奴婢 其实 太子有什么事 可以跟孟夫说 让孟夫帮你分担 还不是我那皇妹 安乐公主 她近日来 在宫中是极为把握 怒无枉法 凌辱大臣 甚至是任意妄为 许多大臣都来向我 禀报她的所作所为 我对于她的行为 实在也是看不过眼 怎么 没话说了 当年父皇与皇后 流放在外 途中生下安乐公主 他们三人 被流放到房中 共度了十四个寒数 孰妃一时 所以父皇与皇后 间谍情深 对安乐公主 尤为宠爱 浇灌放人 奴婢明白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公主未有循规蹈矩 旅犯公规 变本加厉的原因吧 没错 此外 现在朝中是奸臣当道 以至于正命不行 诸多烦事 总是令我心烦意乱 唯有与你独处的时候 才能让我稍斩欢迎 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你看 怎么样啊 这里的雕工 朕甚是喜欢的 这都是出自能工巧匠之事 儿臣叩见父皇母后 果儿 果儿 来 快并身 谢父皇 朕听闻你早前身体不适 体弱晕厥 可有此事 儿臣早已康复 父皇不必挂心 这道平安符 是儿臣为父皇祈求 以保父皇龙体安康 浮游大堂 果儿果然 最有孝心 说起来这道符 实在太玄妙了 昨日儿臣祈求 夜里经梦见了父皇 只见父皇站于承煦老翁身边 向百姓广派五谷 从早到晚 只见那老翁手中五谷庄稼 那是源源不绝 生生不息呀 皇上 那老翁可是五谷神呢 五谷神 是啊 此梦可是吉祥之梦啊 五谷神 施恩百姓 世恩百姓 遇事着五谷风登 百姓们风衣足食啊 天下从此没有大汉失收之事 想必我们果儿 诚心祈求天神入梦 借果儿之言 告知皇上的 好 巫女孝感动天 这道平安符 朕一定好好保存 来 朕今天非常高兴 果儿 你想要什么奖赏 儿臣要做 皇太女 果儿 这种话 可不能随便说的 为何说不得呀 从来只有皇太子 何来皇太女之说 既然当年 皇祖母都能当天子 难道果儿 就不能做皇太女吗 试想 朕如果真的册封你为皇太女 那当今太子 又当如何自处 一如平常不就可以了吗 朕如果真的册封你为皇太女 只怕令天下百官误认为 朕对你真的是 太过娇蠢放任 儿臣可是母后的亲女儿 跟皇兄可不一样 纵然群臣认为 父亲是偏心不公的 那也情有可原呢 我的果儿真的是伶牙俐齿 朕说不过你 不说 皇上 为时即将 你赶紧去批阅奏章吧 那朕就先行回宫 果儿 好好陪陪你母后吧 果儿知道了 母后 儿臣的妆容是否欠托 果儿啊 这些年 你变了很多 那是变好了呢 还是变坏了 我女儿变得是越来越像我了 母后今天高兴 想赏赐东西给你 想要什么 母后刚才不是已经赏过东西给女儿了吗 那五谷神由母后口中道出 实在为儿臣的梦境声色不少呢 那果儿 你想做皇太女 这心意 可是真的 儿臣要做皇太女 要手握大权 要干一番大事 你指的大事 是不是杀死彩梅 害孟凡之局啊 不止 凡是对不起女儿的 女儿都要她不好过 好